我不希望你牺牲很多东西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你开心 傻子 但是朱云他对李循的那个热爱 那个坚持 就是飞蛾扑火似的 就是非常勇敢 朱云他真的很强大 他的强大并不是说那种锋芒给露出来了 他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包容性 就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很美好 有两个人可以这么互相信任对方 不顾一切地去爱对方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有我在 你不能再回身带起来去对好时间 如果是相信你 始终都会相信你 我不希望你牺牲很多东西跟我在一起 我不希望你开心 傻子 大家吃早餐 这么好啊 谢谢组长 谢谢组长 这本书你尽快看一下 这书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问我 我走啦 拜拜 明天见 这下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啊 不懂 你不走啊 这都扔垃圾桶了 还能吃吗 我扔了吗 味道还行 喂 郭总监 我到楼下了 没有耽误面试吧 好 我马上上来 朱小姐 朱小姐 这么巧 好久不见 巧吗 你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儿了 给你个建议 离我远点 你不用这么抵触我 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 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 听不懂是吧 我这坑蒙拐骗也好 饿死街头也罢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 和了不起的简历 有多远躲多远 明白吗 实话告诉你 早在大学时期到现在 我就一直期待和李勋来一场 你死我活的较量 这场较量的结果 一定会非常地惨烈 就算李勋再做错了什么 至少他对你一直是真心相待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给任何人机会 永远无条件地站在李勋那边 相比大学四年到现在 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折磨 这一刀还远远不够 你赢不了他的 你赢不了他的 三年前 我就已经在等着一刻了 我要的不是钱 也不是一家公司 我要的是尊业 我失去的 他都得换过来 喂 郭总监 我到楼下了 没有耽误面试吧 好 我马上上来 我到楼下 就好 要的不想要的 你吃了吗 不想要的 给你个建议 离我远点 你不用这么抵触我 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 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 听不懂是吧 我这坑蒙拐骗也好 饿死街头也罢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 和了不起的简历 有多远躲多远 明白吗 三年前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后悔没有拦住你 这两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 是什么对公司起门的 幸运和能力 难道不是 灰燕和皇帝 打火给予公主群啊 真挺羡慕你跟你说的 能为了一个名字死磕到底 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里 蕴含了多少热情和理想 从今天起 YLP拿回来 以前跟我们都不一样 有着明确的目标 杀 他太有憧憬 很难不被感染 他往往天才 他有一半的魔鬼的化身 YLP是国内游戏顶尖 你们是斗不过牢高的 你不能抵抖 我不允许 我能给你的 也能拿回来 你利用李循对你的信任 霸占了YLP 我们YLP永远有你的一份 永远的三人 我就是要往他身上插刀 高建宏 你听好了 背叛的人总得付出点代价 月轩 三年前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后悔没有拦住你 这两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 是什么对公司紧名的 幸运和能力 难道不是 Lighter and the Princess 打火机与公主群啊 真挺羡慕一个李循的 能为了一个名字死可到底 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里 蕴含了多少热情和理想 从今天起 YLP拿回来 李循跟我们都不一样 有着明确的目标 杀 他太有憧憬 很难不被感染 他往往天才 他有一半的魔鬼的化身 在LV和国内游戏顶尖 你们是斗不过老高的 你不能抵倒 我没选 你